一名17岁的杀人犯,伙同哥哥抢劫杀人,却因为未成年而被轻判8年,5年就得到假释。 出狱以后,经济宽裕的父母马上就给他在北京花几百万买了一套房子。 但是此人还是不安心好好过日子,一度怀疑之前是其女友将他们兄弟出卖, 获释后决定为已经被枪毙的哥哥报仇,因为始终找不到前女友, 他就把罪恶的魔手伸向了9名16岁到28岁无辜的年轻女子。 宋金华是内蒙古来京人员,1978年出生,只有初中文化,他的哥哥比他大一岁。 宋金华的父母是在北京做生意的,家里经济状况非常的好。 宋金华的哥哥当过兵,复员以后和弟弟都不急于找工作,每天就是玩。 因为家里有钱,他们兄弟两个人当时对学习都没有什么兴趣, 每天在离家不远的工人体育馆附近婚,向停在那里的趴活司机收取保护费。 1996年,因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不愿意交这份钱,兄弟俩就带着人实施了抢劫, 事后他们又将司机杀害,当时宋金华年仅17岁。 1997年,法院判处宋金华的哥哥死刑立即执行,宋金华因为犯罪的时候还未成年,被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02年,宋金华被假释回家,宋金华出狱以后,他的父母总是拿哥哥的事儿教育他, 但是这在宋金华看来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刺痛。 宋金华从小哥哥就是他的偶像,因为父母做生意经常不在身边, 哥哥就是他的保护伞,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和哥哥商量。 出狱以后,他一想起哥哥,心里就痛,他说不是那种简单的难受,是疼, 他经常到哥哥的坟前大哭一场。 宋金华一直想给哥哥报仇,他说和哥哥抢劫杀人的时候,他有个女朋友, 因为在女友离开他的第二天,他和哥哥就被警察抓了, 而且当时的庭审中,他的女友还做过证人,他就对这个女友从此怀恨在心。 宋金华说,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把他杀了,并且碎尸。 此后,经过较长时间的寻找,宋金华都没有找到前女友, 于是他就开始仇恨女性,特别是和他前女友长得像的女性。 2005年,他就开始找和前女友样子相似的青年女子, 想通过杀死这些女子来达到自己的报复目的。 他不但为杀人碎尸,买了斧子,刀,手套,塑料布等, 还为自己找了一个帮手,叫严金光。 这个严金光来自江苏,身体强壮,比宋金华小一岁。 2004年冬天,他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了刚刚来到北京的严金光, 两个人随后就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次,宋金华提出来要一起抢劫,并且提出来把人弄上车以后, 人归他,钱归严金光。 严金光和宋金华当时是一排即合。 2005年2月的一天晚上,11点多钟,宋金华开着自己的结达车, 带着严金光去了封一桥的一个小区外面, 看见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 宋金华把车靠边停下,严金光过去捂住了女子的嘴, 宋金华开车门把女子拽上车。 到了宋金华的家里以后,他逼着严金光把那名女子给掐死。 第二天,他们俩把尸体抛弃在河北, 女子随身携带的一百元钱和手机全都给了严金光。 从这以后,宋金华和严金光两个人多次的半夜开车出去, 先后在本市丰台、朝阳、平谷、海淀等地区连续作案。 每次都是宋金华寻找作案的目标, 在以打车名义将女孩骗上车或者暴力截上车, 杀害被害人以后实施抢劫。 直至2007年9月的两年半内, 他们一起截杀了8名女子, 被害人最小的只有16岁, 最大的28岁。 此外,2006年11月下旬, 宋金华还单独杀害了一名17岁的女孩。 起初,宋金华只是简单的杀人, 可是到了中后期, 他还特地在平谷区租了一间平房, 专门用来杀人碎尸, 作案的过程逐步升级, 强度越来越高。 这些被害女青年的交际圈子都很小, 有些女青年失踪之后都没有人知道, 因此在被害人身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极其案件一直没有被侦破。 直到2007年9月26日下午, 宋金华截杀了与他熟食的女邻居杜某, 才致使案发。 宋金华和严金光是在杜某的家里作案的, 当时侦察员在勘察现场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刚刚开封的白沙盘香烟。 根据杜某的家人介绍, 杜某是一家公司的行政人员, 没有抽烟的嗜好。 侦察员就由此判断, 这条香烟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于是就对小区附近的烟店进行了走访。 果然在一家烟店, 老板认出了这条香烟是他们卖出去的, 因为他在烟的外包装上做过记号, 以防止有人拿假烟敲剎。 老板说, 案发的当天上午, 有一个住在彭润家园的老客户买走了这条烟, 这个人就是宋金华。 很快, 在2007年11月6日, 警方将宋金华抓获归案。 到案以后, 宋金华先被羁押在丰台区看守所, 起初宋金华不承认杀了杜某, 也不愿意配合预审民警的调查, 直到遇见了看守所一名安性的警官, 他的态度才发生了改变。 安警官在接受采访时说, 宋金华进去的时候穿得很少, 而当时大风降温, 他看自己的衣服宋金华也能穿, 就给了宋金华几件。 同时, 他也耐心地开导宋金华, 既然你敢做, 你就应该敢承担。 安警官劝宋金华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也不枉此生。 宋金华说, 他当时感觉安警官就和 自己的哥哥一样, 我没有衣服, 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 都是管教照顾我, 能碰上这么一个管教, 我觉得这也算是命吧。 宋金华随后向安警官就承认了, 杜某是他和严金光杀的。 根据这一条线索, 警方很快抓获了严金光, 此后宋金华还交代了另外八起案件。 宋金华说, 他心里也想过, 肯定早晚有这么一天, 他还向办案的检察官提过, 为警方提供破案线索的那条烟, 其实是他故意留下的, 他自己也想赶紧了解这件事情。 他还说, 被他杀死的女邻居杜某, 和他关系其实还不错, 只是有一次, 他在作案以后, 把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头颅带回了家, 没有来得及处理, 结果被杜某看见了。 虽然当时解释说是猴头, 但是还是担心被举报, 他就和严金光商议杀掉杜某。 宋金华曾经说, 他哥哥死后, 他的心理压力跟别人的不一样, 他说, 我心里的压力都是去杀人, 去快乐, 去刺激我的神经, 到最后等于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 在外面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去感动的, 杀的人越多, 自己的良心一点点就没了。 而在看守所里, 他却为管家送他几件衣服而感动, 到最后感觉还是人能打动心吧。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也说, 宋金华曾经对他坦言, 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都感觉自己有点变态了, 以至于到最后, 宋金华自己也想赶紧的了结这件事情, 想让公安机关尽可能的把自己抓获。 其实宋金华这是两种极端的性格融合, 如果你近距离和宋金华交谈, 可能会觉得宋金华不是很恶的一个人, 比如聊到他的父母, 他可能会掉眼泪, 但要是看宋金华犯过那么多的案件, 他实在是非常的残忍和暴力。 他可以像讲故事一样, 把所有杀人碎尸的经过, 娓娓道来, 视生命如草芥一样。 在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时, 宋金华和严金光均未辩解。 宋金华的辩护人认为, 宋金华具有自首的情节, 并且揭发同案犯的犯罪行为, 建议法院对宋金华从轻处罚。 视二中院审理后认为, 宋金华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故意毁坏财务罪, 严金光构成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虽然宋金华能够坦白部分故意杀人, 抢劫的犯罪事实, 但其犯罪手段极其残忍, 情结和后果特别严重, 社会的危害性极大, 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最终分别判处二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以后, 宋金华没有上诉, 他说, 以前杀过那么多人, 我也是慢慢去忏悔, 我也知道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挺踏实, 挺好。 2011年5月27日,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北京市二中院对宋金华执行死刑, 立即执行。 当天, 宋金华看上去有些激动, 但是没有哭, 临行前, 他表达了对看守所的感谢, 对被害人的忏悔, 也表达了对父母的牵挂, 让父母多多保重。 随后, 他在他哥哥曾经被执行的地点, 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如果当初宋金华第一次杀人, 就判死刑, 那么这九个年轻女孩还会死吗? 未成年能下手杀人的杀人犯, 那比成年杀手更变态。 现在偏偏有一些人, 还天天的为他们争取人权, 可是谁来为这九个被无辜残杀, 碎时的年轻女孩争取人权呢? 感谢您收听, 老五讲答案。